帶您看到產業界的年度盛世 台北國際電腦展就要在明天端午節正式登場 今年來臺的廠商不只創新高 國際知名大廠特斯拉還有戴爾電腦 也第一次來到臺灣參展 This year the main thing of Computex is AI Robotics IOT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Startup Gaming and VR 我們期待會有40,000公司從全世界 1600家廠商共計5010個攤位 匯聚在規模全球第二大的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取代過往以硬體為主軸 今年重點放在最新產業趨勢 吸引國際大廠外媒記者 集滿展前記者會現場 2017年Computex明天就要正式登場 而今年一大重點就是AI人工智慧 像是主辦單位官方就與LINE首次合作 推出聊天機器人取代過往的導覽APP 如果我在上面輸入AI 輸入進去之後 立刻就會出現場商的導覽資訊 而今年的一大亮點就是國外的廠商參展 包括特斯拉以及帶有電腦都是首度登場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最新跑車Model S 以及最新款運動休旅車Model X 直接搬上Computex讓外界衣保眼福展示最新技術 除此之外 微軟高層搬師臺灣首度開放外界體驗HoloGraphics 以及混合實境的最新應用 國際廠商還包括英特爾 AMD NVIDIA 鴻海 荷碩 鴻基 華碩 南瓜 最新產業應用 主辦單位外貿協會表示 今年Computex設置SmartTex 主會聯網Innovax新創 以及iStyle蘋果供應鏈 以及電競還有虛擬實境 共計四大特色戰區 是台灣的Atrichel Island 是以來的IoT 我的答案是是 這年我們有更多國際化 和更多新的新興建 以來支持我們 截至5月26日 預估國際買主以及參觀人數已經衝破4萬人 較2016年同期增加10.5% 2017年Computex展出地點包括南港世貿大樓 世貿醫館並在台北國際中心舉辦技術論壇 成為年度盛世 新大紀是高級的首位同台灣台北報道